中医自古以来就是预防和治疗一些疑难杂症的方法 而中医中的经络养生更是重中之重 我们的身体由若干条经络组成的 每条经络都会连接很多穴位 我们通过按摩这些穴位还有降糖 降压就新的作用 有人称之经络在人体像个互联网 静脉深藏在人体内把持着各个脏腑的家政大权 落脉是经脉上的细小分支 彼此通联直达体表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俨然像个庞大的互联网 穴位是网上的一个个站点 气血是通行在各站的机车永远高挂面停牌 一旦停了只能用医生来接人网管了 对我们人体来说 经络有着营养全身平衡营养的能力 因此经络学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专家认为只要我们平时能够长长地想着它 每天按一按 这样就不会在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再抱佛脚了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说说常见病的穴位按摩法 一 最好的降活药 劳工学 现代人压力大 饮食过于肥厚 所以上活的症状也特别多 心情烦躁 失眠多梦 咽喉肿痛等症状时有发生 有时还伴有咽肝 口苦 食欲不振等情况 未至劳工学就在两个掌心里 中指自然弯曲 与掌心接触的这个点就是劳工学 您可以用拇指去按揉对侧的劳工学 方法 卸活要用强刺机 可内外劳工一起掐按 手背背面与劳工学相对的就是外劳工 按压食力度相对要大一点 使麻胀感传至中指尖 可泄火 二 最好的通便药 肢勾学 玉龙歌曰 大便臂节不能通 照海分明在足中 更把肢勾来泄动 方知妙学有神功 随着社会老龄化 现代生活节奏 饮食习惯等的变化 慢性功能性便秘 是临床常见的慢性消化道症状 常表现为排便费力 欲便不得便 或肩色不畅 胸鞋皮满 腹部胀痛 矮起平坐 中医认为便秘是大肠传导功能失常所致 并与皮 胃 肾有密切关系 选用股膏学治疗此症 效果显著 位置 台臂 掌心向下 从掌纹横纹中点处直上量四横指 十指 中指 无明指 小指 在前臂两骨头之间的凹陷处就是它的位置 方法 便秘者每天清晨排便前 用拇指分别按压双侧之勾学 由轻到重 按摩指压处有酸麻胀痛感 十到十五分钟后即感肠褥动加强而产生变异 即可顺利排便 若一次效果不佳可继续进行直到排便 十次为医疗程 三 最好的讲糖药 永泉学 皇帝内经中说 胜出于永泉 永泉者族心也意思是说 圣经之气犹如源泉之水 来源于族下 永出灌溉周身四肢各处 所以 永泉学在人体养生 防病 治病 保健等各个方面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 中医认为糖尿病的病机是肾因亏虚 应需阳抗按摩永泉能滋补肾因 故对糖尿病患者降低血糖有良效 未至永泉学位于族前部凹陷处第二 三指至缝纹头端与族根连线的前三分之一处 当你用力弯曲脚趾时 租底前部出现的凹陷处就是永泉学 方法 每天晚上温水洗脚后 按摩足底永泉学二十分钟 按摩后要喝一杯温开水 以利于排毒 一两周后血糖明显下降 效果极佳 四 最好的降压药 内外观学 现在的高血压的人特别多 今天向大空介绍一个双向调节血压的学位 就是内外观学 它在血压高时可降压 血压低时可升压 未至内观学位于前臂长侧 腕横纹上两寸长长肌腱与饶侧腕曲肌腱之间 方法 以酸胀麻为度 每次按时到十五分钟 每日数次 五 最好的救心药 极全学 如果你突然感觉心慌 气短 心痛 身边又没有急救药物 可先按揉心境上的急救学 极全学 为自己争取宝贵的救护时间 未至极全学位于夜窝的最深处 取学时上臂外展 在夜窝中部有动脉不动处就是 方法 失智者一手托起被智者左侧上肢 是其夜窝暴露 另一手时中止并拢 深入夜窝内 用力弹拨位于夜窝顶点的极全学 此处夜神经 夜动脉 夜静脉 集合成数 弹拨时手指下会有调索感 注意弹拨时手指要用力向内勾按 弹拨的速度不要过急 被智者会有明显的酸麻感 并向肩部 上肢放散